怎样可以执着家里的风水呢? 尤其是过年或过时过季 或者你生命从头开始,转工那类 或者是不幸要去做手术 或者病了,在医院那里回来就要执着一间屋 怎样执着屋整结呢? 有一些原则可以给你参考的 第一就是尽量不要堆积杂物 长期要保持昌明激静 不要乱走都走不过,周围踢到东西 周围的东西很乱,那就不要了 屋里面任何地方很凌乱的、積沉的 那就是风水很差 尤其是客厅、尤其是睡房 一定要很整结,不要摆那么多东西 干干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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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人喜欢有一块地毯仔放在门口 这块地毯要保持很干净,经常要吸尘 如果那里積了一层,风水很差 还有家里的剪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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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在天台、陽台、騎樓等,其實被人看到就不好 最好就在浴室裏面,或者其他比較隱蔽的地方 浪桿它,就不好公開展覽 就是你現在在鞋子,門口那些鞋子一對一對 是不是亂劈呢?都要寫一對,風水很差 要放得正正齊齊在門口,同樣道理,化妝品都是 你睡房或者你化妝的地方,亂劈唇膏一瓶二瓶潤膚 就很差風水的,另外一樣很差風水的 就是錢亂劈這麼大,這裡又有些銀子,那裡又有些鈔票 這樣風水是不好的,要收拾好它 同樣吃剩那些食物,就這樣放在那裡 放過夜或什麼,大家都知道是很違反衛生的原則 對風水也不好的 如果你家裡太多有蟻、有蟲那些,那當然不好 不過有例外,蜘蛛不算,壁虎或者鹽蛇不算 這些是憶蟲來的,有幾個在那裡是好事來的 雖然很多人很怕它,如果你家裡有蟑螂,有蟻那些 就要盡量清除了 凡是一間房是沒有窗的,風水都很差的 想著想辦法,真是沒辦法,有時要抽氣線那些 很多人家裡都會插些花或者其他植物 一定要換水,幾漏換一次水,視乎天氣 視乎很多其他的東西,總之要換水,不要給它臭 水如果是臭的,那就不行了 還有就是如果你家裡的植物,包括那些花那些 就是有膚位的,有黃色的,要剪掉它 如果不是風水就很差的 盆栽都是一樣,那些膚葉要清的 如果不清,就是風水不好 剛才說這些都是普通常識,所有人都知道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又忘記做,懶做,又不重視 現在經常都講五常法,講斷捨離 其實就是很風水的條件,很值得我們去推廣 好,多謝你收看 希望剛才那些資訊,令到你生活得更加幸福 好,我們一起努力吧,拜拜